各位同学,你们好 我们这一讲来讲一下芒果DB的备份和回复 不管你使用什么数据库 如果你要做备份和回复的话 我的建议是一定要仔细阅读它的官方文档 这是芒果DB官网提供的一个tutorial 这只是个入门的手册 你这是一个数据库管理员呢 我觉得你不应该只阅读这个 你还要阅读它其他的一些文档 把这个备份设计的每一个细节都尽量的掌握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备份是可用的 就是你恢复出来是原样 你没走样 那这个tutorial提到两个备份方式 这也是我个人最常用两个备份的方式 一个说呢 你做一个文件系统的快照 你不是有磁盘吗 对吧 那你能不能存在磁盘上吗 当然你可能是你是在部署在这个云上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能把这个磁盘 给它给备份下来 其实就是个叫什么 叫image 那么你把它给快照下来 这个是一个很快速也很安全 而且你也不用让这个数据库停下来 在运行中你就快照一下 就很容易 然后打个包 但这个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你最好把芒果DB这个数据本件 单独你放在一个 咱们叫分区吧 但分区容易理解 分区上 单独放在一个分区上 让你把这个整个分区快照一下 然后存起来 就备份了 恢复呢 你就把这个分区给回收到一下 就恢复了 然后呢 那这个比较简单粗暴 就是整体的分区 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些细利度的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芒果DB 它我们不能做这个磁盘的快照 它可能在远程 我们只能开一个远程连接 就通过芒果那个库端去连 这个情况虽然不多 但是可能会有 那就用芒果DB提供的 有两个tools 一个叫芒果Dump 一个叫芒果Restore 就这个面 它就比较灵活 你可以提供一些 这个其他的参数 说你可以只备份一个database 因为一个这个福音室 可以有多个database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只备份一个表 一个collection 这个都是提供一些灵活的操作 但是我数量非常巨大的 这个挺慢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快 然后这个如果你使用快照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文档 它其实多数情况还是说建立在 我们这个数据库使用了分券技术 journaling 当然都使用 64位默认是打开的 很少有不使用 那我呢 再讲解一下我们 如果说你使用这个replica set 我们前面讲的 你说你有一个复制的情况 怎么办 备份还是那么备份 你采用快照或dump 你把这个数据给拿下来 但restal的时候你怎么恢复呢 它这个好几个server 比如说它是比如说你一个primary 带两个secondary 对不对 你怎么备份 先把它停掉 然后 你把这个文件给弄出来 你不是快照了或怎么样 你不是恢复好了 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提一下 就提起来了 对不对 就是用了你这个数据 但它不是个replica set 怎么办 你被关了 再这么提一下 我前面其实都学过了 就这么一两个行情 加个replica set 等于replica的name 你就可以又提一个 但它只有一个node 现在它自己就是个primary 现在只有一个 它自己就是个primary 对不对 然后怎么办 你就不要起来 然后呢 你调一下那个rs.initriate 它后面没有说 起来 调一下initriate 就等于是它自己是一个的这个 secondary都起来了 然后你其他呢 对吧 你肯定还有若干个secondary 对不对 好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它怎么来做 你把这个secondary起来 对吧 secondary的这个data 你也恢复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使用这个rs.add 你可以把它一个个加 加到这个replica set里边去 就好了 还可以仔细阅读这个文档 其实好一些操作 这是那个对一个replica set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是sharding怎么办 其实首要的一个 元素啊 就是说 这个sharding被分啊 这个大致讲解一下 就是说 你要被分这个shard的cluster 你得先把它这个 停掉 就是说把这个balance给停掉 我现在这个数据不继续分配了 然后你在整体做一个备分 包括每一个shard server都备分 包括它的config server都备分 然后你要恢复的时候呢 也是整体恢复 我没有看到过就是说有单独备分和恢复单个一个shard 或者这个config server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大家可以归入这个文档 看一看啊 不同的这个情况你该怎么做 当然他这边也提到 如果我这个非法的一些关闭 但是如果我们开了分券的话 不太会出现那个 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如果你没开分券的话 大家可以阅读一下 看看我怎么来恢复 还是一开始提到 这是个很严肃也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大家如果真的是一个数据库管理员 需要做个严肃的备份的话 要把它仔细的阅读 清除每个技术细节 再开始动手 好 这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